今天就想说一下无人的士已经杀入三藩市了 其实一直都有测试的 但他们就未在收乘客费用的阶段 现在终于可以做生意了 你可以用无人的士做生意了 杀入三藩市 会引起的士牌断工潮 最近有四成的士牌在美国那边都说断工了 大家想一下都很严重的 当你的自动驾驶得了之后 那些司机都不用做了 很多人就开始断工了 他们那边的士牌原来差不多200多万 都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很多人会觉得也是很便宜 都不够香港那么疯了 但香港其实都四百多万 最近跌到只有三百五万 只是这个月 现在市货不好 其实很多资产都在下跌 会有这个情况 不只是一两类 很多资产都同一时间 在这段时间都是跌了下来 那那个幅度都非常之多 你说的可能六百多万 那时候都一个牌 现在差不多跌到半价了 那是否值得买呢 那就是自己要想清楚了 因为很多维修费和hidden cost 有时打风又收不到车租 又找人又难 那另外这间公司Cruise 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自动驾驶 的士自动驾驶 那他们背景就是GM Adrenal Motor在美国那边 一间很大很老牌的大车厂 那他们现在已经可以提供这个收费服务 那其实你看看这些外国的视频 其实已经见到有很多人 就是你找手机 预约了那辆车就来到 那完全不需要有人带着 那之前都有个督导员 那样在那坐在那 那现在就不用了 那就是说这个都是指日可待的 那你看到美国正在走 其实中国迟早都会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我想都不远了 大家都想着自动化也没那么久 就是没那么快 其实很快就来到了 那现在开始就可以自动了 其中两间公司 Cruise和Waymo 那现在都可以 那但是其实 开车的人多了还是少了呢 这几年经济差了 其实多了人开车 你见到整体呢 Uber再加上的士的就业人数 是多了 那但是呢 变成竞争更加激烈 啊就是 这个情况呢 会继续下去 那三藩市呢 其实呢最高价呢 就是那些牌呢 其实他们出来示威 当然是担心了 大佬 那些牌架 他就说 喂我现在 你又要供两百万个车 就是牌 牌 但是我 你车就可以做这些 这个 载人的服务 还要收钱 那你司机吃什么呢 那你都会出来吵 那现在呢 估计呢 已经有四成的断供了 那就剩下的那些呢 都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变成呢 这个银主盘的 就是车牌都变成银主 那会不会香港都是这样呢 就是不敢说 那但是 有这样的趋势就出现了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新闻 那都挺有趣 那跟着呢 我会说呢 楼市进入第四个阶段 那最近呢 有些新盘都没卖完啦 那就选都选都没卖完啊 是不是真的这么差呢 首先第一啦 第二就是 楼市是进入了第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自由买卖 第二个阶段呢 是限制购买 第三个阶段呢 就叫住房不炒 那我们现在来第四个阶段 那我跟着下去呢 那条片呢 就会和大家分享 那但是呢 我看下今次呢 多不多人like啦 那希望大家 就是这么多几个like 那呢 那我就会再出那条 啊 啊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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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边